你们想不想去看一看 有想去看的扣歌衣 我就接下来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在家是吧 丈母娘 那咱们走呗 那咱们就回去吧 丈母娘现在在家 丈母娘在家的话 我就刚好要回去 因为等一下要准备一些东西 各位 把美女带到湖北来 可以 她家还有三个妹妹 她家里还有三个妹妹 她们这里基本上女孩子特别多 家家户户都是有三四个 都是有三四个的 像我老丈人 你们可以猜一下 我老丈人今年多大 我老丈人今年57岁 然后我丈母娘26 不是36岁 我老丈人比我丈母娘大了21岁 各位大了整整21岁 感谢点赞的 咱们每个人双击一下屏幕好不好 这样子小玉 小玉 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小姨子都喜欢 如果说小姨子要找对象 要找啥样子的 我们这里都比较喜欢 比我们年纪大一点的男孩子 就是为什么你们都喜欢 找年龄大的 因为年龄大的感觉比较踏实稳重 然后会照顾人一些 就是比较踏实 然后稳重 我问一下小玉 你到时候会不会嫌弃我年龄大了 不会真不会 兄弟们你们猜一下我多大 我今年33个位 然后我老婆 我女朋友 当时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结婚 我们结婚是定在了这个月的25号 25号是准备婚礼 今天只是路洞房的时间 他们这里是干嘛 先事后结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是如果说你在这里看上了一个姑娘 你可以拉到先去 就是路洞房知道吧 先成为男女朋友情侣关系 然后再去路洞房 路完洞房之后 然后就可以结婚了 知道吧 走吧小玉 咱们马上 路洞房的话 待会呢 要去我这个家里面 也就是去小玉家里面路洞房 下午5点半 如果说你们 如果说想看的 没有看过的大哥 可以留在直播现场 帮我点点赞好不好 双击一下 这是西双榜辣吗 对 这里是属于西双榜辣馆 但是这个地方 到西双榜辣来 大概有300公里各位 有200多到300公里 那个福袋马上要开奖了 每个人可以参与一下 感谢点赞的 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现场 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现场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偏了 各位 主播如果说 如果说他不满意的话 他就不会给你路洞房 知道吗 如果说我要是女朋友 我女朋友不答应我来 他就不会给我路洞房了 各位 因为他答应我了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路洞房了 大家能懂吗 大家能知道吗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一个边境村 真正的边境村 那个山后面 就是我们的 就是那个啥老窝了 各位 就是那个老窝了 答应吗 那肯定答应 这个我给你们讲 我女朋友是答应的 要是不答应的话 他就不会那个啥了 马上到家了 小玉今天小姨子都在不在 在 都在家里 就是出来的时候还在 他家还有三个妹妹 试婚 对就是试婚的意思 他家还有三个妹妹 我等会来 一起去他们家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看看主播呀 这样子吧 我给大家露个脸吧 好多人没有看过 我是来自江西的 各位 我今年33了 小玉我问一下 我是恶婚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跟你爸妈说 没有 还没说过 还没说过 那到时候不答应怎么办 应该会答应的 应该会答应 我女朋友几岁呀 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今年多大了 兄弟们 有没有大哥们知道 他今年 没有20 他今年才19岁 各位 我可以跟他妹妹 可以 他妹妹 他妹妹像我丈母娘 正在催的 就是干嘛 就是着急 想让他妹妹赶紧找个男朋友 是吧 19岁 然后他你妹妹是多大 17岁 17岁是吧 17岁 他妹妹是17 各位 他们这里 各位 他们这里就没有说什么 女孩子一定要成年干嘛干嘛了 他妹妹也没有读书了 他妹妹都辍学了 各位 这个小姑娘 一看就是黄花大闺女 你怎么知道 那个老铁 我30可以吗 可以 各位 我今年33 各位 我问一下各位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 好多人说我是哪里人 我是来自中国江西吉安的一个小伙 我来这里已经有半个月了 来这里已经有半个月了 我月底打算把他带到江西去 把他带到我们中国去 把他带到我们大陆去 各位 不是这么 待会几点半是 5点半 5点半准时试 就是路动房 各位 小伙子长得忙了个啥了 谢谢夸奖 你们都是哪里人各位 我是对对对 我也不怕大家笑话 我在21年我就结过了 结了在23年我就离了 知道吧 我是属于恶魂 我也是迫不得已 会来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 来给自己找个老婆 知道吧 因为在我们老家 我是 我真找不到了 各位 你看 我都33岁这个年龄了 对不对 33岁这个年龄了 你去哪里找 还有呢 我们那边 各位 你要是 你要是没什么 没没钱 没房 没车 你根本就很难找了 我也是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这是哪里 这里是属于一个边境村 像我女朋友 他们在此有个村长 村长是娶了三个的 那个村长是找了三个 这里都是我女朋友家里面的果园 小玉 小玉 我们这里 这些看下 有没有熟的 等一下 把它扒拉回去 我有小孩吗 我没有 我还没有 我非常庆幸的是干嘛 我女朋友 她依旧不嫌弃我 知道吧 福气好事吧 今天各位 如果说你们没有见过这里的民族结婚 今天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今天五点半 是我跟我老婆 路洞房的时间 待会路洞房需要什么 然后我丈母娘 我老丈人 还有三个小姨子 都得要在现场 就是要见证我们的爱情开始 各位 知道吧 都得要见证我们的爱情开始 很多大哥可能就会问 就是说你来这里找一个要花多少钱 你们猜一猜各位 你们猜一猜 我娶我老婆要花多少钱 有没有大哥们 有没有哪位大哥能猜对的 你们猜一猜 就是来这里找一个 你们得花费多少 我看下直播间有多少人猜对的 有个大哥说两万的 还有个大哥要十万的 还有个大哥说二十万 各位 有个大哥答对了 折合人民币 我娶我老婆到时候要花多少呢 给我老丈人 给我老丈人要六千 人民币 然后给我丈母娘多少呢 给我丈母娘是三千八百八十八 三千八百八十八 然后我有三个小姨子 每个小姨子呢 要封八百 要封八百人民币 也就是折合下来大概就是一万 一万左右 他们家还会回你 各位 你知道他们家回的是什么吗 二十那二十万 五十万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 两万多多了各位 就一个W 他们这个债子叫什么 叫姑娘债呀 你们觉得是多还是不多 不多的大哥不多 这熟了吗 小玉 这个没熟 还没熟 再个这个回去吧 那边有熟的 那边有熟的是吧 走走走 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 对对对 她姐姐当时嫁人 她姐姐当时嫁是一分都没有出 我问一下 那个小玉 你那个姐姐是嫁在哪里去了 嫁在德宏 德宏去了 德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她姐姐嫁的话 是一分钱都 那个难得一分钱都没掏 一分钱都没掏 各位 离缅甸有多远 这里离老窝大概就 二十公里 各位 这里离老窝 大概就二十公里的距离 就那个山后面 不多是吧 咱们说句真心话是真不多 各位 去那边栽一个吧 小玉去那边栽一个 去那边栽一个 对 她姐姐是嫁到云南德宏 云南德宏 在这里 我丈母娘对我是很好 但是我老丈人对我不是很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丈母娘可能是 比我大三岁的年龄 因为我丈母娘跟我处得很开 知道吧 处得很开 就是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包括结婚一切的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我丈母娘在准备 我老丈人就没那个啥了 他就脾气有点那个啥 会那个啥 不会 这里会 这里是非常的安全 各位 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什么这个那个的 这里是我们 我们祖国 各位 我丈母娘多大 我丈母娘今年36岁 各位 我丈母娘三十六 然后我老婆多大 我老婆19岁各位 前面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在这里 我跟她相处了多久呢 我跟她相处了大概就十天 十天左右 他们这里讲究的是节奏快 熟了吗 小玉 这个也可以吃 在这里是实现 你欺负 所以那个啥 不是的 不是的 因为在这里 他们没有什么年龄差距 你们不要看说男人大就干嘛干嘛的 不是这样子 各位 他们这里 像他们这里传统的女孩子 他们都要求男的要比他们要大一点 他们不会接受比他们小的 像我老丈人今年多大 我老丈人今年二十五十七了 是五十七还是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是吧 我老丈人五十六 我丈母娘三十六 各位 我怎么认识的 我跟我女朋友 各位在咖啡厅认识的 在咖啡厅 我经常去 她当时在镇上喝咖啡 不是 当时你是在咖啡厅上班 对 他们这里的人均收入也是比较低 各位 我今年三十六可以吗 那肯定可以 老牛吃嫩草 其实还好 各位因为在这里呢 我这样子吧 我给兄弟们再露个脸哈 好多人说没有见过我 我再自我介绍一下 现在直播间四千人哈 你们帮我点一点账可以不 哈 你们啊 就是我呢是来自江西的哈 直播间有没有跟我是老乡 哎 我想问一下小玉 嗯 就是到时候我这个二婚这个事啊 你得要跟你爸爸好好说一下 好 好不好 好 你得跟你爸爸说清楚了 嗯 挺年轻的 哎 我问一下各位 你们觉得我跟小玉两个人搭不搭 啊 咱们两个有没有夫妻下 有的话扣个一 啊 小伙挺帅的 谢谢哈 我今年多大 我今年三十三了哈 我也是迫不得已来到这里啊 不然不会啊 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对不对啊 这个地方交通太不方便了 一天去镇上了 只有一班车 各位 哎呀 这么多大哥 他他们都在支持我 哈 啊 呃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 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哈 是我跟小玉路洞房的日子 啊 他们这里是讲究什么 先路洞房后结婚 哈 大家能不能打一声祝福呀 各位 感谢你们好不好 啊 感谢你们 啊 老表大小通知 大小通知那不行 啊 我待会哈 带大家去看看什么 我待会带大家去看看我丈母娘 我丈母娘36岁 很年轻的哈 很年轻 走吧小玉 啊 走吧 啊 感谢哈 感谢感谢大家 哎呀 这么多人支持 他们家还给我回礼了 哈 你知道他们家给我回了什么礼吗 啊 兄弟们 你们可能万万想不到 啊 啊万万想不到 啊 但是如果说你们真的能找到这里的姑娘呀 你得我不知道大哥能不能就是啊 吃多消 各位 为什么这么说 呃 因为他们这里的 他们这里有个想法 他们这里有个传统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能盯兴旺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啊 就是说他们需要啊 可能生生五六个呀 三四个的样子 就是说他们需要孩子多 因为能多乐了 啊 能多乐了 知道吧 啊 很多人说回礼啊 这辆摩托车啊 就是我丈母娘给我回礼 他们本来是没有的 啊 我老丈人是不答应的 啊 因为他看我来这里 这个山里面 交通一点都不方便 他说这个吃吧 你就给我开吧 啊 我丈母娘给我回礼了 啊 祝我们百年好啊 谢谢你们哈 谢谢你们啊 然后我娶他花了大概就是一万二左右哈 一万二 这个是真实的哈 因为他们在这里 像我女朋友之前啊 他打工一个月多少收入啊 一个月折合人民币哈 也就是一千左右啊 一千块钱 在那个咖啡厅做服务员 啊 我在哪里 我在那个边境村呢 各位 给大家看一下哈 呃 这里离老窝的 老窝的距离大概就15公里左右 15到20公里左右 就是从那个山落过去就到了 那边就是老窝 哈 他这里很多都是呃 老窝跟中国人很多人在这里交流 呃 然后上面哈 各位 这里就是我家了哈 也就是我丈母娘家 啊 生那么多 呃 我我老婆当时跟我说怎么说呢 他说他要赶上他妈妈的步伐 因为他妈妈生了五个 我说我问他你要生几个呀 他说他要六个 我说六个这怎么行呢 对不对 啊 因为在我们那边有两个就够够的了 对不对 呃 呃 女朋友呃 呃 我女朋友是呃 当时他在咖啡丁上班一个月就折合人民币1000左右 啊 然后这辆摩托车哈 就是啊 我丈母娘送给我的啊 平时我丈母娘开 因为我丈母娘干嘛呢 他看我一个人说啊 交通有点不方便啊 什么的哈 这房子怎么住啊 这房子住的 最常说哈 可能你们没有住过这样子的 当时房子该有的都有啊 当时我住第一天啊 确实不习惯各位 特别不习惯 然后住第二天啊 我女朋友安慰我说啊 你住习惯了就好啊 晚上挺凉快啊 其实吧 也就这样子 说实话哈 呃 在这里住久了的话 可能有点脱离了轨道啊 你不行需要那个啥吗 不啊 不用走吧 小玉 呃 我丈母娘应该在家哈 我带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呃 你们有多少人想看看我丈母娘的 哈 有多少大哥大姐想看看我丈母娘 想看的扣个一哈 想看的扣个一 他们这里还有招那个老乖哈 啊 你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像这里哈 这个这个房子来来 小玉到这里来 啊 像这个房子就是干嘛 这个房子就是留给老乖住的 呃 这是我丈母娘住的哈 这是我丈母娘 然后我跟我老婆住哪里 我跟我老婆是住上面 看到没有 啊 这个红旗飘飘 看到没有 红旗飘飘 我丈母娘不在家 我丈母娘应该在家 因为还有还有大概40分钟50分钟 我就要跟我老婆录洞房了 我我跟我女朋友录洞房干嘛呢 丈母娘一定要到现场 啊 录洞房要录多久呀 一天啊 要录一天啊 到明天早上各位 啊 到明天早上 啊 对 这个房子就是给那个 呃 比如因为他家里是没有男孩子 啊 他家是没有男孩子 然后我小姨子 也就是我老婆的妹妹哈 她是招那个姑爷的 招姑爷 大家是知道吧 啊 我 然后我小姨子是一对双胞胎哈 各位 一对双胞胎 啊 然后就是干嘛 啊 她是招那个姑爷 啊 姑爷是 姑爷这个房子就是留给姑爷的哈 啊 在哪里 这里是边境哈 姑娘在哈 姑娘在啊 看你能那个啥 小玉 嗯 嗯 去去看一下你丈母娘 把把丈母娘叫出来 我老婆不冷吗 哎 兄弟们我问一下啊 你们那边都很冷吗 很多大哥说你们这边冷不冷 各位我都是穿短袖的哈 这里是东南亚哈 这里可没有冬天啊 各位哥哥姐姐啊 呃 说半年也不知道在这里是属于西双榜辣哈 西双榜辣最后的一个民族 边境村姑娘在哈 八度啊 我抵妈呀 兄弟们 这里多少度啊 这里三十 今天最高温都是三十三度啊 最高温都是三十三度哈 这里是真正的东南亚各位啊 没有冬天 常年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各位啊 没有什么冬天 哎呦 我这里天黑要几点钟 这里天黑要八点钟天黑啊 八点钟哈 对对对 在中国 对对对 嗯 丈母娘在吧 哈 我丈母娘不在 哦 我丈母娘就住这里各位哈 之前我丈母娘干嘛 之前我丈母娘是住在这个这个里面的哈 啊 这个里面 然后看一下哎 小玉 你把那个房间打开 啊 把那个房间打开 啊 看一下今天有没有菜 啊 对对对 在云南各位哈 是在云南 啊这里只不过啊 这里只不过离那个老窝很近 知道吧 离老窝很近的哈 离老窝大概十多公里就到了 今天没买菜啊 应该是出去买菜了吧 哦 就是咱丈母娘出去买菜了 对 这院子好乱呀 因为我丈母娘养了好多 养了好多那个鸡呀 啥的 知道吧 啊 养了好多鸡呀 那等一下我我拿点钱给你去买吧 哦 应该丈母娘去买了是吗 哦 呃 这样子吧 各位哥哥姐姐们哈 既然你们好多人都想看哈 这上面就是我们结婚的房子 啊 你们想不想去参观一下 有想去的扣个衣哈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哈 啊 就上面哈 上面就是我跟小玉今天路洞房的 好穷啊 呃 其实还好 他们都生活习惯了哈 你知道吗 今天我女朋友这一顿衣服是他最好看的 最啊 最好看的一顿衣服 他之前都穿得很 很旧很旧的各位 啊 像他们这件衣服是干嘛呢 之前哈都是要到结婚的时候才会穿啊 他平时都不穿不舍不得穿的哈 他说今天是我们的大喜日子 得要穿漂亮一点 我就叫他穿漂亮一点 各位 啊 我们的文化 他们这里路洞房仪式也是很隆重的哈啊 跟结婚差不多就是啊 跟结婚差不多 你不要骗人家感情 这怎么会各位 呃 我月底就把他带到江西去啊 月底大概还有十来天啊 因为25号呢 我还要准备结婚 在这里还要结一次婚 他们是先路洞房啊 再结婚啊 给小鱼点点赞是吧 啊 感谢哈 感谢各位大哥 呃 这样子好不好 我能不能麻烦一下各位哥哥姐姐们 现在直播间有4000人 你们每个人帮我点一点赞好不好 啊 就当是今天的祝福了哈 每个人点一点赞 双击一下屏幕 路洞房看到没有 啊 路洞房就这个房间 啊 我说实话兄弟们 我都有点紧张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呀 各位 我都没来过 我我也是第一次 哎呀 一下就一下就 哎呀 感谢你们哈 咱们点一点赞哈 啊 今天也是我的大喜日子 啊 我能生充的第二次婚姻 各位 我希望圆满成功 哈哈 我希望圆满成功 啊 感谢你们哈 咱们点点赞哈 我现在我丈母娘不在哈 我偷偷的大家带大家去看一下我 我的分房好不好 如果说要是我我丈母娘在的话 他是没有到时间是不不可以进去的 啊 没有到时间是不可以进去的 啊 我娶我老婆花了多少钱啊 我娶我老婆花了折合人民币 大概是12000左右哈 12000 知道吧 这就是当地的一些啊礼仪 知道吧 啊 这个就是小姨子住的哈 这里啊 是小姨子住的 然后这个房间呢 就是我跟我老婆住的哈 就跟我女朋友 然后是在里面 这个就是小姨子 很多人可能会问啊 这是隔音好不好 这隔音非常的差 他们都是木板房啊 各位 看到没有 你稍微说说悄悄话啊 都能听见 把那个小姨子在吗 把小姨子叫出来 啊 把小姨子叫出来 啊 在不在小鱼 不在啊 不在是吧 啊 我小姨子就是住在这里哈 三个小姨子我有 也就是她的妹妹 我有有三个妹妹哈 然后住住这里哈 她妹妹也着急啊 她爸妈 她妈妈哈 也就是我丈母娘啊 都开始要我给她妹妹介绍了 我说你妹妹还小呀 才十八十七岁啊 哈 然后这里他们这里呢 因为我丈母娘也是啊 十六七岁就应该是生了她了哈 嗯 我在这边怎么找到的呀 我在这边 我跟我女朋友是在那个咖啡厅认识的 她当时在那个咖啡厅上班啊 我跟她就是我经常去喝咖啡 啊 我呢 就跟我老婆认识了 走吧 小玉 你把那个灯开着 这里哈 他们没有结婚的哈 都是睡地铺啊 睡通铺知道吧 啊 主播江西哈 啊 那必须的哈 你在我们老家哈 主播是哪里哪里的 我是江西吉安的 你找个二手老娘们 你得你都得要二十来个呀 各位哈 啊 然后我小姨子是住这里哈 没有床 他这里没有结婚是没有床的哈 没结婚是没有床啊 我当时还给他买了一个 他一台电风扇 来他们家的第一天我给他家买了一台电风扇挂在上面他们都舍不得开他说浪费电 哈 浪费电 他们平时就住这里哈 木板房 然后就是干嘛 隔音效果有点不好 别的就没有各位 啊 隔便宜的就没有 我进来带大家看一下哈 还有一点就是这里呢 呃 不冷吗 这里还冷啊 这个地方哈 他会下雨来会飘雨进来 啊 就有点不方便 所以说他这里基本上不怎么睡冷 啊 所以我小姨子都是住这里哈 所以这里 啊 三个小姨子他们都通铺啊 但是我那个分房要比这个好各位 啊 多少度 这里三十三十三度 这里啊 啊 小玉 我现在丈母娘不在 我们能不能先给我中国的哥哥姐姐看一看 可以啊 可以不 偷偷看一眼是吧 偷偷看一眼 你们想不想看各位 想看的抠个衣哈 想看的抠个衣 呃 到时候我也有想法 啊 帮他们家好好的装修装修一下 看一下我的分房是吧 啊 想看的抠个衣 啊 我跟我女朋友哈 在这里住的第一天呢 老尴尬了 我小姨子进来敲我门 啊进来敲我那个分房门 各位 看看分房 那走走走 小姨 要把那个灯关了吗 啊 哎呀这一下 能不能帮我把账点到3万 各位直播间4000位 我今天就 呃 拜托各位了哈 大家应该看到了哈 这个喜致哈 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 啊 我非常感谢各位哈 今天呢也是不要 我也是又激动又开心 知道吧 啊 小玉 你你你开心还是 你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开不开心 开心啊 你激动吗 激动啊 你也激动啊 那怎么办呢 这这都激动 啊 看一下是吧 好了 那我们就去带大家敲门干嘛呀 我当时跟我老婆在里面说敲敲话呢 我那个小姨子干嘛 小姨子就过来敲我门 帮啊 晚上11点钟各位 啊 来敲我这个门这样子敲门 啊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我带大家就先去看一眼哈 因为露洞房的时间还没有到哈 啊 露洞房呢 要等我丈母娘老丈人都回来了 才可以露洞房 啊 小玉 咱们进去吧 啊 今天新娘给你们 新娘都给你们看了哈 啊 新娘都给你们看了 啊 小玉是听声 啊 对 我就带大家去抽啊 参观一下 这个房间哈 就要比这个房间好多了 还有哈 他们这里哈 呃 今天要 表表演那个舞蹈 啊 因为露洞房干嘛 啊 小姨子哈 包括我丈母娘 包括我老婆哈 他们得要跳舞蹈 跳什么舞呢 跳他们当地的民主舞 啊 很性感 各位 我没有床吗 这个房间有床 啊 这个里面是有床的哈 哈 带大家看一看哈 咱们 今天大喜日子来帮我点点赞哈 我就感谢各位了哈 大家也不要破费哈 啊 因为今天我也很开心 各位啊 三十三岁了啊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 奴役 啊 小玉把那个门关上 等一下丈母娘看到了会书 对 等下我丈母娘看到了会书 因为我提前带你们那个啥 各位哈 这就是我的分房 我给大家给个特写 有床呢 这里肯定有床 啊 这里肯定有床 啊 这个床 之前这里是没有床的 这里之前也是打地铺 各位哈 就是用那个木板 然后现在干嘛 现在就是我跟我啊 我跟我女朋友要在一块 啊 我丈母娘呢 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休息哈 哈 让我们更好的休息 他就给我们铺张床了 你包括这些啊 像这些小细节呀 都是我丈母娘整的 我老丈人 我老丈人是一点忙都不搬的 我老丈人有点个应我哈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老丈人个应我呢 你像我女朋友他姐姐哈 嫁出去三年了哈 嫁出去三年 他都没有回来过这个家一次 所以说呢 我我老丈人就很生气 很生气啊 对我也是爱搭不理 但是我不会哈小雨 到时候我们每年回来这里两次 好不好 主播能给你介绍 比我认识吗 然后哈 各位哈 之前 我跟小玉是这样啊 之前他们是最 所以这个木板哈 这个喜掉下来了 这个喜掉下来了 啊 废话好多呀 没办法哈 大哥 啊 咱们是主播呀 对不对 咱们哎 掉了掉了掉了 掉了我的妈呀 掉了掉了 来小玉 你帮我一下 帮我一下 把这个拉起来 等下丈母娘看到会说的哈 啊 小玉 对 等我丈母娘看到会说的 各位 啊 因为这个丈母娘 我丈母娘特别注重那个礼节呀 啊 我丈母娘特别注重那个礼节 啊 啊 啊 挂哪里啊 兄弟们 这床是旧 呃 这个床是新的哈 他被子查的都是新的 各位 啊 来挂着吧 随便挂一下 啊 啊 还有一点哈 这里 如果说你们真的来这里哈 这是 洗澡啥的哈 我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 哈 这里洗澡干嘛呢 洗澡在外面 在室外洗 根本都没有什么洗澡间 各位 啊 哎 小玉啊 上了上了 等一下 等一下我来拿个东西啊 啊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洗澡 我们是当时是在哪里 当时是在哪里啊 在外面洗 在外面是吧 那那那走吧 那走 把那个门打开啊 先 把那个门打开 哎呀 哎呀 差点那个啥了 啊 和你结婚 他家也高兴 对 我丈母娘很高兴啊 我丈母娘说实话 我我丈母娘干嘛呢 我丈母娘对我很好 对我很好 知道吧 你们可能不知道 他们这里怎么洗澡呀 就是在外面 走吧 小玉 我当时来他们家第一天呢 我被我小姨子 他们在这里看着我 我都有点尴尬呀 啊 他们是在室外的 没有什么洗澡间 啊 没有什么洗澡间 各位哈 怎么洗澡间啥的哈 没有的 啊 这都是我丈母娘家养的 各位啊 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是一个边境村哈 它是属于西双榜辣 啊 属于西双榜辣的哈 主播可以看看我吗 啊 你看看主播干嘛呀 对不对 看我老婆就好了 你看我女朋友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子吧 哈 我在最后再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可能很多人是刚进直播现场哈 小玉啊 跟跟跟哥哥姐姐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小玉 小玉哈 你就会这几句 就会这几句 他平时哈 他们这里很少跟男孩子接触 第一次我跟他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他有点害羞 第二天就开放自如了 我是哪里的呀 我是江西吉安的哈 各位 江西吉安的 各位谢谢你们哈 啊很多人觉得我们还挺有夫妻相的哈 啊有夫妻相是吧 谢谢哈 啊帮我点一点账哈 感谢你们 啊我好年轻啊 我都33了 各位 我是91年92 91年的91年是33岁吧 哈 91年是33岁吧 啊 啊 走吧小玉 啊 他们是少数民族 对对对 他们这里都是少数民 他们洗澡在哪里啊 就在这里各位哈 啊就在这里的 啊 彩礼要多少 啊 你们猜一下我我我这位老婆要多少彩礼 有没有大哥们知道 啊 你们可以猜一猜 洗澡哈 就在这里 啊 哎哎哎 小玉啊 你帮我弄点水啊 帮我弄点水啊 洗个手 啊 我丈母娘还在路上 我现在等下叫我小啊 叫我女朋友再打个电话 啊 啊 为什么来这里我也是迫不得已嘛 对不对 好了好了 对他们洗澡就是在桶里哈 跟我小时候一样一样的啊 药材里肯定要的药肯定要 啊 但是不多各位啊 不多 啊 啊 要不要八八万八 不要不要太多了 啊 太多了 啊 我们去看一下丈母娘那个房间 啊 我我我给你们透露个数字哈 我去我女朋友大概花了一个 一个左右哈 一个多一点 哈 一个左右 啊 两三千也不识哈 两三千 啊 那就有点少 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们人均收入也是很低 消费水平也是很低 他们跟国内哈就是跟 因为这里是边境村 各位 很多地方来跟我们中国是脱离的缓解 知道吧 啊 脱离了缓解 对对对 呃 是这样子 我丈母娘给我规划了 就到时候我月底来把他带到江西嘛 然后给个多少 我老丈人要封六千 啊 我老丈人是封六千 我丈母娘来是三千八百八十八 呃 然后 有三个妹妹哈 他家有三个妹妹 也就是三个小姨子 然后每个小姨子来封个八百 啊 这就是所有的费用了 各位哈 所有的 啊 把房子盖好 啊 对 上面到时候来把那个瓦片稍微给给给给给 再弄一弄 因为会漏雨 他们家 啊 漏雨 看一下吧 我丈母娘是住这里哈 我看看我丈母娘啊 在不在家 啊 在不在家 我胆子大 啊 实话实说吧 这个 呃 我也是迫不得已嘛 对不对 啊 你说哈 就我这个样 在我老家 我肯定也找不到 因为我家里面条件 不是很好哈 我家里面条件很差 啊 也是农村的哈 各位 哈 啊 没数了 你你你这样子 小玉 你再打个电话 问一下丈母娘什么时候回来 问一问打打电话 我现在叫我老婆打个电话哈 啊 好 就就就在这里说 呃 因为丈母娘刚刚出去干活了 我老丈娘也是 啊 主播都带几个回来 哎 各位哈 他们在这个寨子哈 他们可以一个男的哈 可以找几个 像他们这个村长找了 他们这个村长哈 找了三个 因为这里的姑娘多呀 村长呢 村长多啊 村长呢 他是又有权 啊 他就找了三个 啊 我二婚吗 对 我是二婚 啊 然后他是我的第二轮哈 哎 小玉啊 啊 这是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的路上了 哦 回来的路上 哎 很多哥哥姐问你就是 哎 你之前有没有谈过男朋友 没有啊 哦 之前没谈过 嗯 那我是你的第一个 哎呀 我的妈呀 第一个 啊 哎 我们去那边那边看一下吧 去看后面 应该在后面 应该 啊 小姨子应该也在后面干活 啊 在什么地方啊 西双榜辣哈 西双榜辣一个边境村哈 这个地方 嗯 他也是归西双榜辣广 各位 但是呢 呃 你说广吧 但是又有点远 这里距离西双榜辣的话 就 呃 有200到300公里了 啊 那你要珍惜啊 肯定要珍惜 各位 对吧 呃 其实我女朋友家里面吧 也还好好 他不是都很穷吧 他是家里面很大 各位 知道吧 他家里面的地方大 啊 地方很大 是黄啊 啊 是那个啥呀 那 那这个东西我不能跟你们说哈 啊 不不不那个啥的哈 这里不会哈 这里不会 啊 这里因为这里呢 他们这个债子 他女孩子本来就多知道吧 啊 你眼福不浅了 哈 啊 感谢哈 你们每个人再帮我点一点账呗 好不好 哎呀 刚刚那个村长就过去了 啊 这个是这个哈 这是他们的洗手间哈 啊 这是我老丈人 啊 我没来之前他们是没有的 我来这里了 然后我丈母娘叫我老丈人来临时搭建的 各位 就临时建了一个 哈 这个这个上厕所的地方 啊 我说我我说来你们这里住我都有点害怕 上洗手间都不方便 啊 然后我老丈人就临时搭了一个 这是我老丈人临时搭的 啊 本来我老丈人是不愿意的 啊 看在我丈母娘的面子上哈 啊 在吗 在吗 小鱼 在吗 啊 不在那我们去家里等吧 去家里 啊 没看到他们应该在另一个山头吧 哦 在另一个山头应该在那边干活去了 嗯 没事 大概还有 兄弟们哈 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哈 就要入洞房了哈 20分钟 然后呢 今天就要入洞房了哈 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哈 呃 也欢迎各位哥哥姐姐们呢 能来捧场 啊 非常感谢大家能来捧场 你去了多久呀 今天我在这里待了第15天了 刚好刚好半个月 我月底我就打算回我们大陆去 啊 也就是回江西各位 到时候 啊 到时候我不知道他爸爸会不会同意哈 我我老丈人有点不不太愿意知道吧 我老丈人 啊 我老丈人是最疼他的哈 我老丈人是最疼他的 刚好来 啊 我就看上了他的恶女儿 知道吧 刚好来我就看上他的恶女儿 我老丈人是最疼他的 啊 但是我丈母娘是答应了哈 他已经拍板了 啊 江西哪里 江西吉安 啊 江西吉安 啊 这个地方离老窝是非常的近的哈 就是山后面就就到了 各位 要带回家 哎 小玉啊 嗯 我们月底 你跟我一块回江西可以不 可以啊 啊 可以啊 就咋咋要是咋 咋老丈人不答应怎么办呢 会答应的 啊 他应该会同意的 哦 会同意 啊 他要是不同意 你说咋子咋整 对不对 啊 不同意你能不能好好说说他 可以啊 可以吗 啊 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在国啊 国内哈 你也可以说在国外 哈 因为这里呢 离那个老窝只有15公里的路程 啊 像这里来来往往的哈 包括这下面哈 下面住的都是老窝人哈 下面 下面有一条那个 马路后面了就住的都是老窝人 啊 住的就是老窝人 啊 然后还有多久呀 啊 这样子哈 兄弟们 你们想看路动房的cog1 啊 大概还有20分钟吧 路动房就在上面哈 然后丈母娘应该也在路上了 走吧 小玉 我们上去坐吧 啊 去坐坐等等我丈母娘 啊 哈 这都是我丈母娘布置的啊 还可以哈 啊 想看吗 想看照啊 想看路动房的cog1哈 啊 今天也是我的大喜之日了哈 非常感谢你们啊 能来捧场 啊 我也是吉安的是吧 啊 哎 把那个门关上 对对对小玉 是把那个门要关上他 啊 啊 主播祝你新婚快乐哈 谢谢哈 谢谢各位哈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 啊 那个小玉 这个也这个也关上 这个也关上 啊 因为等下小姨子看到了 你的丈母娘才36 对 我丈母娘36 啊 丈母娘 说实话 很年 很年轻 各位 怎么丈母娘很年轻的 啊 坐一下 在这里坐下 他们家阳台还很 还不错啊 然后这就是我老丈人住的房间 啊 我老丈人是住这底下 之前我老丈人也是住这下面的 啊 哎呀 啊 大概还有个20分钟啊 各位 然后就开始了 应该就要开始了 路动房 对 啊 祝你们新婚快乐 感谢哈 感谢 感谢 啊 感谢哈 你真有福气了 很多人说我 扎母娘那就不行了 哎 我问一下哥哥姐姐们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来好几天了哈 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 你们有知道吗 哈 有没有知道的 各位 啊 小月你给我你给我倒杯茶吧 昨天泡的还有吗 给我哥哥倒一杯 啊 等一下哈 等一下我叫我老婆给你们跳一段舞 啊 想不想看 啊 等一下是路动房之前 他们是要那个啥 路动房之前呢 呃 他们会表演一个舞蹈在这里哈 就是他们本地的民族舞 啊 本地的民族舞 棉粉的是吧 哦 那我知道了 应该这个是棉药的 对对对 棉药的 想看是吧 我女 当时我女朋友跳舞来 没有我小姨子跳的好看 我小姨子跳的更好看 因为我小姨子双胞胎呀 啊 这是昨天泡的吗 对 哦 没有 这是今天泡的 哦 今天泡的是吧 这个路动房前要喝完 哈 路动房之前要喝完这些 哦 路路动房之前要喝完 对 这一壶啊 又要要我喝完了 对 哎呀 为什么一定要路动房之前才能喝完 啊 我妈祝福的 哦 就是咱丈母娘祝福的 哎呀 我女朋友每天晚上都要给我喝这个 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他们这里的当地哈 很多好东西还是挺好的 味道还是可以 你再帮我倒一嘴吧 有点渴 我丈母娘马上 还应该还在路上 还在路上 这个有喝过吗 这个是那个啥呀 你喝过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好东西 各位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 神牛茶 当地的神牛茶 你们叫神牛茶是吧 对 神牛茶里面听说过没有 喝的是什么 这个喝的是好东西 喝的是好东西 我拿下那个啥 你们有没有见过呀 大普 对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大普 我老婆每天晚上都要给我喝的 我老婆每天晚上都得给我喝 再再倒一点 哎呀 好了 哎呀 味道还是可以 是那个啥呀 对 很老头呀 你说的很对 我老丈人回来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老丈人 看到没有 我老丈人回来了 应该丈母娘也在路上 这是我老丈人 各位 今年50多了 今年50多了 这个啥呀 你们都懂 小玉这个家里面 你刚说这个是叫什么茶来着 神牛茶 你们听说过没有 有没有哥哥姐姐们听说过神牛茶 你能不能 能不能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看一看 看一下 对呀 我老丈人也是 我老丈人经常要经常要喝这个的 啊